現在的花雨裡 我要講的故事 是相經小豬帶也來的故事 從前傳雪 路大哥那個牡草 路帶有隻娃她說 我要吹叫龍花子 他找龍花花花花 跑到不餓的孔子 然後帶羽毛跟人 他說我要吹叫龍花花花花 他找龍花花花花 跑到狗小丁的孔子 我要切掉你帮子了 这个帮子切不倒 我一定会切倒 还是切不倒 还是切不倒 然后带野羊去 别倒了 然后现在小猪就过得发烧好了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